2021年11月1日 中方正式提出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也就是DIPA的申请 2022年8月18日 根据DIPA联合委员会的决定 中国加入DIPA工作组正式成立 全面启动中国加入DIPA谈判 截至目前 中方与成员方 举行了多轮各层级磋商 推动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5月7日 中国加入DIPA工作组 第五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 刚刚在新西兰的奥克兰举行 中方同智利 新西兰 新加坡 韩国等 就中国加入谈判进程 及相关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中方将与DIPA成员方 共同努力 推动谈判 不断取得新进展 主席谈判 Willie ng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